改编自《庶女攻略》的电视剧《锦心似玉》 在元宵节这天正式开播了 与隔壁的坠序有些类似 讲的都是先婚后爱的故事 不同的是 坠序是妥妥的爽文 男主宁毅在古代大开金手指 变身商业奇才 玩转无常 人物关系简单 剧情节奏明快 锦心似玉则抛弃了穿越重生的梗 女主角十一娘 是个弟弟叨叨的古代人 作为一部宅斗剧 人物关系众多 故事细节丰富 伏笔暗线一条切一条 锦心似玉播出到现在 除了人物名字与小说一样 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原著的影子了 在人物关系 人物性格 故事情节方面 锦心似玉基本上进行了重塑 因为母亲的死 种种线索锁定永平侯府 为了调查母亲的死因 十一娘毅然决然 跳下了嫡姐与嫡母设下的圈套 给将军徐令仪做了续弦 然而 徐令仪在迎娶十一娘之前 家里就已经是儿孙满堂了 妾是红颜不知凡计 剧中最显眼的有三个 秦一娘不声不响 看似最好相处 实则公于心计 与徐府又不恭待天之仇 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搞垮徐家 文一娘是商骨出身 家里非常幼钱 但在那个时代 商人属于贱脊 又不得徐令仪的喜欢 所以在徐府一直不受待见 乔连房是三个妾室中 出身最高的 是世家嫡女 才貌双全 却又骄纵跋扈 心狠手辣 为了独占徐令仪的爱 在徐府掀起了很多风浪 因为十一娘不争不抢的态度 府中功愧被牢牢的掌控 在乔连房的手中 三个妾室够有个的心思 据悉 在后续的剧情中 十一娘与徐令仪在相处中 被彼此吸引 终于成了真正的夫妻 十一娘怀态六月之时 徐令仪被皇帝调往前线打仗 然而 徐令仪刚走没多久 十一娘就被三个妾室 陷害流产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 但用脚趾投降也知道 跟后宅的人分不开 当徐令仪归来之时 当场暴怒 直接废除所有妾室 都宠十一娘一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